有人缩阳了 快找人来救他 有人缩阳了 有人缩阳 快找我姐姐 谁是你姐姐 京城房是壮年天下第一美人 伟成祸 这是他 他缩阳了 怎么个缩法 我来瞧瞧 喂 你缩到哪里去啊 让让让让 他死了呗 死了没了 丢出去 不要弄脏我们这里 谁缩阳啊 哪那么容易死啊 就是东门亲 死不死就不知道了 这个简单 把他抬起来 干什么 就我伟成花多年来的经验呢 这男人只要一缩阳 就拿发钗 往他脊椎骨大学那脱下去 就会短短短弹出来的 把他屁股抬起来 好 差点被他一棍子敲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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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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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塌就死了 不要乱说话起来 七木堂堂主 惨死在敖拜爪牙的手上 我们一定要贯彻她的姨质 诛杀敖拜这个奸贼 同时将满清皇帝 跟所有的亲口赶出关外 赴我大名江山 反清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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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有个极为危险的任务 希望能有兄弟资源担任 我查到清宫里面 有四本四十二章经 里面记载了蜻蜓在关外 收藏一个大宝藏的秘密 如果我们能够知道 这个大宝藏的秘密 我们就可以取回蜻蜓 在大明江山所搜刮的明纸冰膏 而且还可以切断他们的龙脉 龙脉一断 那亲狗的气数就已尽 而我们大明江山就只日可福 所以我想派个人入宫去偷这几本经书 但是我知道这个任务非常危险 是九死一生 有谁不想去的就坐下 是三生 有谁不想去的 呢 他们大约 进入宫里面 有谁不想去的 叫黑井山 川大约 好 让我快走 有谁不想来 那估计 小宝 你是个聪明人 我可以用聪明的方法跟你说话 外面的人就不行 不解 读过书名誓里的人 大多数已经在清廷里面当官了 所以如果我们要对抗清廷 就要用一些蠢一点的人 对付那些蠢人 就绝不可以跟他们说真话 必须要用宗教形式来催眠他们 使他们觉得所做的事情都是对的 所以反清复明只过是个口号 跟乌弥陀佛其实是一样的 清朝一直欺压我们汉人 抢着我们的银两个女人 所以我们要反清 要反清抢回我们的钱给女人 是不是 复不复明根本就是脱了裤子放屁 官人鸟事啊 行了大家聪明人了解 继续 总之如果成功的话 就有无数的银两个女人 你愿不愿意去啊 愿意